大家好,我是处于互联网营销研究院的詹妮老师 今天的这节课,我们就来分享一些互联网营销的基本知识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詹妮,中文名叫美景松 是处于互联网营销研究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处于Marketing的副总裁 我之前是在北京大学传媒学院获得了整合营销的硕士 后来又在清华大学金管学院读了EMBA的硕士 有超过15年的互联网内容营销的从业经验 在工作方面,我曾经是新浪网、一居中国和微博三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内容创始人之一 那么像新浪女性、新浪房产、还有新浪教育、新浪星座等等频道,我也是创始人 那在做新浪房产的时候,曾经带领20个人的编辑团队 那么有一年为新浪创造了近两个亿的人民币的收入 那么初一互联网营销研究院这些年也受到很多的北美华人企业家和自雇人士的欢迎 那么很多职业经理人也希望通过学习来开始自己的电商的生意 包括中国这边也有很多的平台在邀请我们去讲北美互联网营销 首先我想分享一些跟中小企业网络营销有关的数据 下面这个数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2020年的一个权威数据 那么它统计了像各种媒介方式的获客成本 比如说像这种传单类的纸质的传单 它的获客成本平均要高达57美元 而电视只要28美元 那么杂志和报纸的平均获客成本是16美元 广播是10美元 最便宜的是社交媒体 只要2块5毛钱 也就是说这个差距是非常之大 如果大家现在还不会用互联网的方法来推广自己 那么在未来的竞争中有很大的机率会被淘汰 好 了解了以上这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北美华人社区在互联网营销方面有哪些困惑 根据我们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发现呢 北美华人社区的互联网营销有几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 我发现周围很多华人朋友都在用微信做营销 但实际上微信的创始人张晓龙是特别反对用这种不妥当的商业 然后去影响客户体验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用微信做营销的话 做宣传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被封过号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没有被封过号的都不叫做微信营销 那么所以在我们以后的课上呢 我会给大家讲如何真正有效的用微信去做一个很好的内容营销 第二呢 是很多朋友不懂内容营销 浪费大量的钱在线下或线上的广告 那么第三呢 还有就是互联网营销做得不到位 很多年轻的用户流失 那么特别是像80后90后这些互联网原住民 他们很多人从小就玩互联网 可以说是无师自通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学生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90后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些互联网玩家已经很厉害了啊 但是你们为什么还来学呢 他说因为我们这些这个用的互联网都是从用户的角度啊 去了解互联网的 但是呢 我们更想从Jenny老师这样专业的 就是从平台出来的这种专业级的这种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 从商业角度怎么去用互联网来给自己赚钱 所以我说这个90后真的是很厉害啊 还有呢 就是不擅长使用高效的北美主流社交平台 那么比如在我的课上就有同学反映说 他的7人竞争对手呢 用Facebook和Inz获得了很多的客户 但是自己就不是太会玩 而且在注册之后还没等获得客户呢 却总被别人营销 被别人骚扰啊 所以那么在我们的课上也会教给大家 怎么通过这些很好的社交平台 找到竞争对手的客户 然后把他们拉过来变成自己的客户 还有很多华人的企业家不注重线上的这个企业形象 那他们的网站啊 海报啊 以及视频啊 与这个主流社会的审美差距很大 还有呢 很多的企业和或者是自雇人士 他的网站呢 就像是一个线上名片 是完全起不到这种引流获客的效果 所以呢 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课上 一一帮大家解决 谢谢收看我们的体验版视频 如果您对我们的免费公开课感兴趣 可以在首页填写姓名和邮箱 我们会把完整版的视频课件 发到您指定的邮箱里 期待在随后的视频里与您再见 谢谢